我們進到簡報68頁這邊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馬達的部分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馬達叫做SG90 那我們有兩個規格 一個呢就是360度 一個是180度 它叫做四伏馬達 最主要的跟一般馬達差別在 它可以轉動指定的角度 那我們一般馬達就轉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點差別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會有兩個 剛才有看到 大家今天組裝一個是360度 沒有寫的就是180度 這裡對不對 有個360度 那你把它拿出來之後啊 我們不是還有一個這個嗎 有沒有 有我們成功國中特別版 你拿出來之後 其實我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你現在這個版本 那我把它減中一下 所以下面也是空的 那我有另外一個版本 是這個 是可以拆開的 也就是你可以不用固定在某一邊 但是兩個都可以用啊 只是我給對的就是固定的版本 那你只要把這個拿出來 把那個180度 你把它拿出來 好 那我們這個線你可以先穿過去 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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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去剛剛好 有沒有 這樣就泡在裡面了 這樣 所以你等一下呢 這個邊 我們就是要掛在那個 是的 掛在冰棒棍上面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拿過來 這個 寬度大概是跟冰棒棍一樣 當然會有一點緊 不會完全鬆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壓進去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可以掛在上面 掛在上面 那 我們 每一個 是不是都有 這樣一個小包 你可以 任意挑一個 以我們 180度的來講 我通常就是用小的這一個 用小的就夠了 你就把這個 我這個先拿下來 這個 它 你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厚度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這一邊是在下面 這一邊是在外面 所以我這樣放下去 你就把它壓下去 如果壓不下去 你就稍微 移動一個角度 就可以把它壓下去了 因為它這個上面有齒輪 好有齒輪 那你先稍微放一下 這樣就可以 可是呢 我們並不知道說 它現在到底角度是多少 所以沒有關係 你就大概 大概轉一個 大概轉一個 角度試看看 應該轉成這樣子 我應該把它邊 看一下 對 這樣 好 這樣 那等一下呢 我們前面 我有準備那個雙面膠 因為這裡 要做開關門的動作 對不對 這裡要做開關門嘛 所以你就用一個雙面膠 把它黏上去 然後呢 你們家的冰棒棍 放上去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開關門了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 所以你就把那個雙面膠黏在這邊 黏在這個上面 再把它放上去 這樣就好 至於這個 到底長度要多長 可能就要看你剛油的那個縫隙 OK 好 應該大家白膠都已經乾了差不多了 你現在放上去應該是比較沒問題 比較不怕掉了 那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這個啊 待會兒如果你的角度不對啊 請盡量不要就是這樣直接轉動 因為它那個裡面哦 塑膠的那種心哦 你如果常常用手這樣直接轉動 很容易就磨損掉了 所以請你就是先把它往外退出來 再轉到你要的角度再壓下去 這樣比較不會壞掉哦 雖然轉那個是很有療癒感 但是那個很容易 你的那個SG90的馬達就壞掉 因為我們這不是那麼高達的 你如果去外面你要買比較好的 有那種就是那個什麼 裡面是金屬軸心的 那種就會比較耐用 只是一個大概300多塊吧 好像200多還是300多 我們這個大概是70幾塊左右 這樣OK嗎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180度的 可是呢 如果你風車上面那個 我們用的就是360度的 那也提醒大家一下 雖然他講是180 可是呢 每一個馬達他有一個誤差 不見得都能夠轉到180度 也許會差一點點 也許是170 甚至有160的也有可能 好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360度的那一個 360度的那一個呢 他基本上就沒有指定角度了 只有180才有指定角度 360度因為他就會怎麼樣 持續轉動 只是他有分兩個速度跟兩個方向 一個是右轉一直轉 一個是左右轉一直轉 然後呢 有兩個速度 這樣大概了解 好 只是我們從外觀上 看不出來 因為他上面沒有寫 所以我用袋子幫你裝起來的 目的就是這樣 各位比較好分辨 好 那我們就來控制一下囉 怎麼控制他呢 來來來 我們進到簡報75頁那裡 簡報的75頁 所以你要先學會怎麼去控制他 好 找到了對不對 這裡呢 他有三條線 他有三條線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個線拉出來 有沒有他線比較長 是不是三條 中間這一條 就是我們這裡的 紅色的 VCC 就是電源 好 我們待會兒需要接到VCC 那麼 右手邊 中色的 我現在右手邊 中色的 就是GND 就是負極 那橘色就是他的訊號線 我們去控制他的 那因為你現在要接他的話 請問他這是母的 所以我們需要三條 公公的線 三條公對公的線 好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我這邊呢 用了三條 把它接起來 那我紅色對紅色 中色我就對到黑色 再來橘色我就對到黃色 就是大家的自己 用怎麼線 接過去之後要注意一下 那開始接之前 還是麻煩大家 先把電源先怎麼樣 先 斷 斷掉 這樣 會比較OK 好 現在呢 我們就回到這裡來啦 首先第一個 你看到 我們的訊號線 我是不是接到00 對不對 講義上面這裡有 訊號線我就接到00 所以我去找 0000 來訊號線 我的是 黃色的 我就把它接到 我們開發板上的00 這裡我先拿起來 好 這邊有一個00 其實你接02也可以啦 只是我們待會02要 還有另外一個要接嘛 就接到這邊00 好 OK 那麼 紅色這一條是我的VCC 可是我們剛剛的VCC 請問 LED點矩陣有沒有用走了 有 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LED點矩陣用走了 那我就接到跟它一樣的地方 是不是也是紅色這一條 對 我就接到跟它麵包板相同位置這裡 就OK啦 所以這樣空間還夠 你把這個LED點矩陣拔起來 你會比較好接 只要你確定那個腳位在哪邊就可以了 好 再來是不是還有一個GND GND我的是黑色這一條 那我就直接接在LED點矩陣的第二條 它也是GND 所以這樣接進來 是不是也OK 你看我接在這邊 有沒有 LED點矩陣的前面兩條 一個就是VCC 一個就是GND 這樣就解決啦 好 現在再把它接起來囉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測試 好了 那我就把電源接上去 那你接上去 如果它連線成功之後啊 你會發現馬達應該會動一下 會稍微轉動一下下 如果沒有轉動也還好啦 反正等一下我們可以測一下 所以麻煩各位你先看看這樣行不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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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